Vogue 朋友大家好 看到我臉上的妝有沒有很 Vogue 呢? 先不要嚇到 因為這是我每次在工作室試妝的畫面 就是這樣子 但是今天不是要跟大家秀彩妝 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服裝收藏 想知道的話就繼續觀想今天的影片 非常的精彩喔 那現在先讓我卸個妝 待會見 好 那我現在買衣服呢 基本上呢 不像以前小時候那麼愛瞎買 但是呢 相同的原則就是呢 我很喜歡的就是 黑灰白經典的這種色彩 頂多啦 會出現一些 藍色的休閒牛仔的布料的元素 那已經是極致了 那我現在就來介紹幾款呢 我最近呢 非常喜歡的襯衫 還有一些外套 登登 哇 這個你看到 這是一個來自韓國的設計師品牌 那當然它已經在歐洲已經蠻有名氣了 那在亞洲呢 在韓國有它的專門店 你看它的領子 有一個領結的設計 然後呢 你看它的袖子 哇賽 也是有那個 袖籠上面的層次跟那種垂墜的感覺 不得了喔 在他們店試穿的時候 整個就是內心在尖叫 但是要壓抑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你太表露 你對於東西的喜好的時候 店員會有點 你知道 太掌握你了 買東西就是要冷靜 即便你很喜歡 你還是要皺個眉頭 然後呢 知道 讓店員感受不出來 你到底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他們就會有點緊張 在他們緊張 以及高壓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會比較認真 好 再來 登登 看一下 工作連身衣 這個牌子呢 也是最近在瘋狂追的東西 一般那種街頭潮牌可能會好像質感沒有這麼的好 可是他們家呢 每一個細節 從配件到服裝 都是精品等級的元素 所以呢 像這個工作褲 穿起來很像修車工人 可是是很時尚很潮的修車工人 而且呢 它是有背帶的喔 你看 就變一個吊帶褲了 我為什麼會買它呢 其實我有稍微猶豫一下 然後呢 因為它是可以兩穿 我就買了 是覺得 好像這個買它的點有點奇怪 但是是真的 它真的是可以不同的變化 然後呢 投資它也比較會覺得 嗯 值得的感覺 唯一一件有一點顏色的東西 就是這個 牛仔布料的襯衫 那我會喜歡這一件的特色呢 除了它是我少數有的 有顏色的衣服之外呢 它的領子設計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一般 牛仔襯衫都會做很基本的 但是它用這種比較短力領的概念 然後去做出一種不同的氣質 它用這種剪裁去詮釋出 牛仔不同的風格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它用的那個扣子也是有那種 有一點華麗感的元素 覺得哇 這件衣服 簡單卻不簡單 所以這件衣服也是 哇 穿上去覺得有一種 帥氣的感覺 對 這件衣服 非常的喜歡 再來一套 你看這就是一件好像很基本的牛仔外套 對不對 我想穿起來啊 整個人呢就是會看起來 非常的 你知道 九頭身 對 九頭身 然後它是短夾克 可是呢 又不會讓你覺得好像憋憋的 因為你看它這邊 有做一些鬆份 有一些打折的地方 會讓你有一些不同的 你知道 活動的時候更自如 也是有把這些 除了好看 又好穿 的一個結構跟元素 都考慮進去了 好 最後介紹這一件 拿出來給大家看 迪奧男裝 第一袋 第一季 的單品 在我小時候 迪奧出男裝 可以說是這個 時尚界的 大事 當時設計師的 運用的元素呢 就是呢 都要讓那個 衣服看起來非常的合身 然後呢 全部的模特兒都是要 非常瘦 腿要很細 然後呢 身形要很窄 小時候呢 也就是那種很扁很瘦 然後呢 就是竹竿 就剛好可以駕馭他們家衣服 工作團隊有沒有想說 有沒有我穿他的那個照片 很抱歉 沒有 因為15年前用的是 底片拍照的那個 時代 那些照片 基本上都已經銷毀了 而且呢 小時候呢 乾扁的我呢 跟現在呢 很大的落差 我也不願意讓那些 醜照曝光 所以呢 基本上那個底片已經銷毀了 所以沒有照片 大家可以直接看本人就好了 好嗎 製品跟配件呢 對我來說呢 就是穿搭的靈魂 如果呢 在一個 黑灰板上面 如果沒有一些 飾品的點綴的話 我覺得 好像就少了一點 畫龍點睛的感覺 有沒有很有道理呢 沒錯 其實我手上這就是 也是今年度 我很喜歡的一個新品 這是一個日本的銀式品牌 我覺得它的設計很棒 是因為它有一些切面 那那些切面會讓你有一些 比如說銀式的面積 不會看起來只是圓滾滾的 或者是雕花的感覺 它會有一些比較俐落的結構感 那除了這個品牌之外呢 還有這兩三年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這個 也是銀式品牌 它戴上去之後是 有沒有很漂亮 這個欣欣符號的 他們家這是會走一點 有點印第安元素風格的 對 這個呢 韋芥也是他們家的 你看 男生帶很深 因為男生的手 尤其像我的手 是屬於比較粗獷的 然後做工的手 就是指關節很粗 然後呢就是 有時候帶那些太精緻的東西 好像不是很搭 但是這種比較粗獷 有設計感的那種結構 帶起來就 欸 還蠻搭的 喔這個 你看就是猩猩元素 這個皮革繩子 然後那個墜子 是他們家經典的那個 猩猩的浮騰 還有這個手環 這個我好喜歡 就是很多星星在上面 還有 這一個 哇不得了 像這個弧度做得真好 它會貼著你的手的那個 立體感 就是你像一條 披掛在你手肘上面的一個 金屬鏈 我個人更喜歡那種就是 一袋就是 哇那種比例要 比較誇張的配件 比如說 這個牌子的 也是法國的一個品牌 你看這個 超好看的 誰會帶這個出門啊 就是神經病才會帶這個啊 我就是神經病 他們家的東西 我真的太喜歡了 買到跟他們的客服 變成好朋友 為了這些飾品呢 其實我就會一直 找場合帶他們 這些東西就是要用 然後就是要把它 常常用它 它才會有生命 好現在呢來到了我的這個 工作區的收納間 沒錯 這邊就是說那我所有的身材工具 但今天呢 要鎖定呢 就是一些厲害的配件 還有女裝 只要是放在我作品上面的東西 我都很捨得花錢買 再貴我都會把它買下去 雖然是女裝 我可能穿不到 可能穿不到 但是呢 我還是會把它買下來 一方面是工作可以用 二方面就珍藏 比如說這個呢 這一雙很漂亮的木鞋 這雙鞋子 是我在巴黎的某一個展覽上面 買到的一個設計師的品牌 好還有呢 像是這個 哇你看 這個恨天高 超級無敵厲害的鞋子 看到它之後呢 我就二話不說 馬上把它收下來了 穿搭呢 就少了一雙厲害的鞋子 所以這個呢 我也是會特別把它拿來作為搭配使用 然後還有一雙這個 超級無敵 超高鞋 就是這個紅底鞋 那其實這些鞋 這些都是品牌的東西 買下來真的就是 其實投資成本還蠻高的 但是 經過了這幾年的那個你知道 輪迴使用之後呢 基本上已經都回本了 對 已經都回本了 已經賺回來了 對已經賺回來了 好 我的衣服呢 其實女裝的衣服 我買的也非常的多 比如說逛街的時候啊 我就會看到有一些衣服 我就是會感覺到說 欸它如果搭配我的妝 很適合的話 我就會把它買下來 比如說 這個 這件衣服 它是有那種 立體的那種 結構的剪裁 所以呢它可以在那種 肩膀以上的地方 做很多 浮誇的造型 美妝單元 Vogue的美妝編輯 趕快喔 很久沒合作了 你是不是可以來拍一個 彩妝大片 這是我買 呃 女裝拍照的一個 最喜歡的風格跟方向 就是有一些 點綴性的那種 層次感的東西 很重要 來 我來請出我的模特兒 她叫 露西 露西 哈囉 麻煩你了 有沒有 這個是 很美 還在那裡 一個帽子 所以呢 歡迎 造型師 如果缺配件的話呢 可以來我工作室 參觀選購 這就是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從我平常的穿搭 還有我喜歡收藏的一些經典的服裝 以及我公眾上面用到的一些配件 服裝啊鞋子 通通呢 一次讓大家呢 看個夠 當然 還有很多鴨香寶 一時之間呢 真的是介紹不完 希望之後還有機會 繼續跟大家來分享喔